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催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我叫田田,湖北人,今年27岁 现在广州一家广告公司,任设计总监 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我坚持边工作边学习 混得不比别人差,赚得也不比别人少 我人生的曲线本来应该是虽有波折 但还能持续上扬的 可偏偏被男人拖累了 都说一个女孩一生至少要谈三次恋爱 才能最终找到那个适合自己的人 但慕然回首,才发现三段感情 并没有像事业一样,让我成长 我的故事或许能给所有恋爱中的女孩行行脑 我来自单亲家庭 爸妈在我六岁时离婚了 从小是奶奶把我抚养长大 大概在我十岁那年 爸爸带着后妈回来 并在老家结了婚 过了一年,后妈生了弟弟 爸爸也因此留在老家 跟兄弟们一起开家工厂 有了弟弟后 爸爸和后妈对我谈不上好 但也不能说坏 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 我极度缺乏安全感 渴望被爱是一定的 19岁那年,我找了第二份工作 在老家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 彼时,我遇到一个很优秀的男孩子 至少在当时,我的眼里 他勤奋上进,谈吐幽默 颜值也在线 虽然那会儿他在外地打工 我们只有春节时才能待在一起 但和他在一起是最开心最放松的 然而,就在一切都在向好的发展时 我却被他尚未谋面的爸妈嫌弃了 因为我有一个弟弟 他爸妈觉得以后结了婚 有后妈在,我爸肯定不会给我准备什么嫁妆 也不会很帮衬我 他爸妈希望他能找个家庭好的 最好是独生女 让我觉得受伤的不是他爸妈现实的态度 而是他的举其不定和犹豫不决 让我患得患失 内心极度煎熬 那年跨年夜,我怀着万分的不舍提出了分手 原因很简单,有女孩喜欢他 他不拒绝,也不答应 经常陪追他的女生玩游戏 我甚至不知道我和那个男孩哪个算是备胎 那夜,我眼中都哭肿了 但在眼泪中,我明白了一件事 与其被别人挑选 掂量,不如自己强大起来 21岁的我靠着一份骨子里的求生 求圣语,毅然离开老家 去武汉学习进修,平面设计 我以为有了前车之鉴,我在恋爱的门槛会提高那么一点点 但事实并没有 在培训期间,我认识了班里一个男生 他对我格外照顾 但由于我一直还没有从前任的世界里走出来 也不想伤害他 所以我拒绝了他的表白 但他会说一直等我 培训班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 他的追求让我慢慢心软 现在想来,那是心软而不是心动啊 一个缺爱的人被等待,被关注,被爱护 就觉得温暖亏欠 于是我和他的故事还是开始了 那会儿大家都在边攻边读,都没什么钱 我因为业务能力还算好,所以接的活会多一些 收入也高一些 于是和他在一起时 两人的餐费,我很主动地都给了 包括后来跟同学 以及他一起租房子 房租,生活费 我也丝毫没有计较地掏了 我总觉得人与人之间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若想得到,就是不能计较 在对方困难时 不计回报的付出 所以,哪怕是在他有意无意地 忘记了我生日的情况下 我依然在他生日时张罗大餐 送出了超出自己收入范围的手表 可是真正让我离开他的 是他的不上进 先是持续性失业 天天在游戏里打得昏天地暗 骂骂咧咧 接着是工作后负能量满天飞 永远觉得领导给他穿小鞋 同事看他不顺眼 客户挑剔难伺候 都说分手最见人品 的确如此 分手时 他把我的东西都打包好了 里面只有我的衣物 其他那些我置办的生活用品 包括最贵的电动车 他连提都没提 这一次我不是伤心失望 而是问自己 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品差到家的人 我也会与其同路 两对恋情 我都挺伤自尊的 让我一度怀疑自己 到底值不值得被爱 直到遇见县男友孙毅 我们是在我当时就业的公司认识的 他是分公司的领导 因为我是设计师 分公司那边没有招设计师 为了沟通工作 我们加了微信 后来又因为分公司那边需要 总公司就派我过去帮忙 我和孙毅的出见是在工地上 当时我和同事一起忙着测绘 讨论实际的气候 风向 广告牌用财 孙毅看到我工作中的状态 对我一见钟情 他追了我很久 是那种不由分说 一心一意的只想对你好 工作上的官道 生活上的体贴 每时每刻都让我觉得 自己此生 被人 从来没有这样重视过 我的心呢 再次动摇了 孙毅 每天下班不忙 就会从分公司来接我下班 分公司在另外一个市区 距离六十公里 在一起一段时间后 他便提出想带我回家见父母 受前前任的父母的影响 我内心呢一直犹豫 害怕 甚至是自卑 但他一直告诉我说 他父母很想见我 我便跟他一起去了 孙毅家在黄坡 初次见面 我便被他父母的热情征服了 孙妈热情地拉着我的手 吃饭的时候 一直给我夹菜 点的也都是孙毅给他说的 我喜欢的菜式 他们一家的热情洋溢 让我备受感动 临走前 孙毅父母 还给了我一个见面红包 让我有时间多来玩 因为孙毅说 我喜欢喝汤 阿姨便隔三差五的煲汤 让他给我送过去 做了好吃的叫孙毅 带我过去吃 而在交往过程中 我也慢慢觉得孙毅 给足了我安全感 孙毅对自己非常苛刻 从不乱花一分钱 但只要听到是我喜欢的 他便毫不犹豫地卯来 只要是我想去的地方 他都会想方设法地带我去玩 他非常隆重地 带我去见了他的兄弟朋友 还会记得我的各种小癖好 在他那里 我第一次感受到 完完全全地被爱和被重视 于是结婚的事情 被自然而然地提上日程 但我没有想到 这桩婚事会遭到我爸的强烈反对 理由是孙怡家条件太差 他爸打连时工 他妈身体不好 而且还有一个在读小学的弟弟 这就意味着我们结婚后 不仅不会得到他父母的帮助 以后的以后 我们大概率还要承担 养育他弟弟的责任 我爸说 我希望我的女儿永远幸福 不可能看着她要跳火坑 还不阻拦 老爸不能让你选择难走的路 你明明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在这件事情上 我爸当然不让 只是他越阻拦 我的心意也就越发坚定 于是 我从家里偷出户口本 让孙怡也把户口本拿出来 我们决定先斩后奏 去登记那天 孙怡带着我去买了戒指 去拍了登记照 可走到民政局门口 我们突然都打起了退堂鼓 他说 他不想被我家人看情是小人 想光明更大的 持我进门 而我也不想就这样领了证 含了家人的心 打来之后 爸爸一直害怕我 继续跟孙怡接触 2020年过年期间 他勿时无刻地在监视我 随时打视频 确认我在哪里 看看我身边是谁 一直到过完年 为了躲避爸爸的监控 我和孙怡 商量好一起去广州工作 毕竟对我俩所从事的专业来说 广州更有前景 说到底 我们之所以不被父母看好 还不是因为双方都不够强大 无法供养我们面临的实际生活 孙怡一直坚定 他说 你去哪 我就去哪 在广州 我依然从事广告设计 孙怡在另外一家公司 负责广告安装 很幸运 我遇到了一家很大的公司 且给了我充分展示的舞台 接连几个项目都好平连连 我承认自己在情感上很低幼 但对事业真的是学历不高 但学习能力超强 用上次的话说 你有着一股子力求完美的很劲 而这股很劲 让我看到了真金白银的收获 和满满的成就感 也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 更广阔的世界 只是事业得意 情常可能注定要失忆吧 到广州后不久 我面临的是来自孙怡 和她家里的催婚 孙怡比我大五岁 在老家已经算大龄青年 她爸妈急得囤囤转 2021年6月 孙妈做了一次大型手术 我和孙怡赶回去 进手术室之前 她拉着我的手说 如果我下不了手术台 孙怡和孙桥就交给你了 我当时紧紧握着孙妈的手 让她放心 安慰她一定会好起来的 手术还算成功 孙妈恢复得很好 就在我们即将离开的前一夜 我却在病房外 无意中听到了 孙怡和她爸妈的对话 她爸妈妈叮嘱她 一定要对我好 想办法尽快把婚给结了 但其中一句话特别扎心 咱家条件不好 我的身体又这样 你还有个小弟 现在的姑娘都那么现实 除了甜甜 谁愿意嫁到咱这样的门户啊 孙怡捏诺道 我知道 我知道 他们的对话 让我一下子想起了爸爸的叮嘱 心里说不清什么滋味 回到广州后 孙怡对我一如从前 无微不至 看到我在公司如意得水 非常被客户认可 他同我商量 要不自立门户 共同畅业 他说 咱们先把婚结了 然后大干一场 如若从前 有人娶我 许我这样的未来 我会欣喜若狂 但那一刻我内心只有犹豫防晃 他和父母之间的那个谈话 太扎心了 于理我能理解 于情我却无法接受 我突然觉得这么多年 我真的是走得太快 从来没有等一等自己的灵魂 那段时间我想了很多 人的成长 其实往往在某个瞬间发生的事情 我开始意识到 我的三段感情 虽然南方各有不同 但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我总是轻易就能够被选择 且一直被选择 然后被对方放在理智与情感的天平上 谈金论亮 那句话很真相 你在爱情里能够拥有多少东西 取决于你在爱情之外 本身拥有多少东西 我的强两段感情 与其说对方扎 莫不如说 是他们认为我不值得 那么孙怡呢 她对我的好 到底是因为爱我本人 还是因为我后来事业的节节攀升 以及我从来没有嫌弃过 她的家庭条件 但这都不是最让我沮丧的 最令我难过的是 静下心来想一想 从17岁开始 我从来没有让自己的感情 有过空窗期 一任失去 马上又投入另一份新鲜感情 我把所有的安全感 对人生的希望 都寄托在男人身上 但事实证明 男人能够带给我的 除了动荡 算计 与猜测 再无其他 于是我像一个牙疼的人 却在不停地吃胃药 我所有的问题 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决绝 于是我的感情 像一笔又一笔的烂账 那一刻我有点想通了 我的人生 不是不与孙女于结婚的问题 而是应该静静了 静静地把事业搞好 把自己培养成一个 能力十足 安全感十足的人 我才有能力 爱 以及被爱 而感情这件事 真的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可想而知 当我把暂时先搞事业再成家的决定 告诉孙姨时 她有多么意外 且震惊 她问我 你是要跟我分手吗 我说 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做好结婚的打算 我想先把自己整理好 再去整理我们的关系 孙姨当时就崩溃了 甚至是 恼羞成怒 她说 你就是眼界高了 变心了 觉得我配不上你了 还整理自己 说得这么玄乎 会有傻子吗 不就是觉得我穷 年纪大 家庭负担重 要当缩徒乌龟了吗 做人诚实点不好吗 然后她隶属自己对我的好 把我说成一个汪恩富裕的渣女 我以为我会很难过 可是并没有 我觉得 这世上所有来自外界的好 其实暗中都有价格 只是从前的我 掩耳盗铃的不肯承认这一点罢了 从前的我 事业一直在高攀 可是情感一直在低旧 我错了 所以我没有给自己多少悲伤的时间 只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中 我要先有自己 先让自己变得强大 我想好了 若她值得 穷光蛋 我也嫁 因为她没有的 我有 我给 若她不值得 就算对我再好 或者条件再好 我也不嫁 因为我不缺 我不差 感情婚姻至于我不 不必雪中送炭 而自己呢 要先备足炭火 但一定要锦上添花 让我更好 让彼此更好 马上就要新年了 估计是孙姨的爸妈又在催婚 所以恼羞成怒之下 她表现出了不计前嫌 开始像从前那样接近我 对我好 于是我对她说 咱们都先搞好事业 先立业 再成家 对不起 也要把房子买了 等咱们有足够的能力 撑起日子 再考虑结婚的事情也不迟 这话呢 在她听起来就是托词 就是吃了碗里的 垫起了锅里的 但我意已决 挨骂也好 说 忘恩夫义也罢 我想先安顿好自己 再去安顿两个人的人生 同样 马上新年了 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即将被催婚 所以听完我的故事 希望能给你们打打气 愿我们都有嫁给良人的涉切 但同时 又嫁与不嫁 都选择自由的底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地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这一件事情 还是我难以为的 这一件事情 请来说明里的时间